公元876年3月的一个早晨 尊义北部的一处山谷中 一只整齐划衣 打着杨自齐后的军队出现在这里 为首一人是浙江会计太守杨端 尊义距大唐首都长安一千多公里 在世人眼里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 身为会计太守的杨端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片蛮荒之地 他的出现带给这片土地的又是什么 此时的杨端不会知道 当他的双脚踏上遵义大地的这一刻 他和他的家族已经与这片土地 结下了不解之远 他更无法知道 这种缘分对他的家族来说 将意味着什么 看能不能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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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史书上第一次出现波州之名 这个称呼一直持续到明朝万历年间 波州人烟稀少 交通闭塞 一向被视为蛮荒之地 今天的人们知之甚少 然而就是这片蛮荒之地 曾经出现过一个强大的地方势力 它的财富一度在整个西南地区首屈一指 它的军力之强大曾经历措狂无一时的蒙古铁骑而轰动天下 这个势力就是历堂、宋、元、明四个朝代 雄距波州七百余年的阳氏家族政权 这样一个显赛的出现绝非偶然 但史书上却只有寥寥数语 人们很难有更多了解 幸运的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 考古学家们在尊义地区发现了若干处 有关杨氏一族的古建筑遗址和墓葬群 专家们判断 这里曾存在过一个极度汉化的政权 在少数民族活跃的我国西南地区 这是比较罕见的 随着更多考古发现 波州阳氏 这个已经沉睡了四百多年的古老家族 渐渐地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 为何能在波州代代相传达七百年之久 有因何会遭遇灭顶之灾 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呢 回望杨氏一族立业波州的风风雨雨 那是一段奇迹般的历史 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